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新的展馆 鸿蒙之行 鸿蒙之行大家都知道最关键 质戒S7 对吧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车型 排的人非常非常多 有非常多的媒体老师 奇瑞汽车 质戒S7 我们来看一下质戒S7 这应该是运动版的高配的版本 很明显能感觉到它的香灰色 哇 都是质戒 都是质戒的车 这版本就是带布兰博刹车 带激光雷达 它全系都带激光雷达 这辆车的问题是 它现在就是华为最新的那一套 埃达斯是华为2.0的 然后车机是鸿蒙4.0的 基本上就是 华为的核心技术全部给了它 那它现在水平是跟阿维塔12 是完全一样的 但它现在的对手就是阿维塔12 它只能跟自己家人打 然后呢 还有几个细节点是 这个车型它现在不是25万起吗 其实那个25万版本 其实你不用看 在我眼里它是没有自驾的 就是没有核心东西 那我认为它就是 起步是29万那个版本 它是它的核心竞争力 然后这辆车 现在网上大家都有很多的 比如说有现场区的媒体老师 或者说有其他的内容 我们现在只能静态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 来广州车展的好的地方就在于 我们可以静态的看到的 所有车型我们都能看到 但是不好的地方就在于 我其实没有办法更加深入去了解 我们看Brambo它是25540R21 米其林的PS EV 现在基本上高端车都是用这个轮胎的 我们刚刚也看到 N07也用这一个轮胎 然后是隐藏式门把手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对我来说 我觉得能看到实车 能看到它的整体的工艺水平 能看到它的整体的流行造型 因为照片跟实际的感受还是不一样 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其实你们也是平面上去看这个台车的话 没有那么大的感知 只能说听过我的嘴巴来跟他聊一下 OK我们能看到它有不同的版本的 这边还有一台是S7的淡蓝色版本 非常多的人 非常多人 S7要排队了 大家都是在等 珍珠7的这种咖啡色 你逛车门 这个应该就是普通的版本的 我来说一下就是我觉得阿威塔12跟S7两台车 我是更加喜欢阿威塔的 为什么 因为阿威塔的设计更加的激进 我挺认真的 这就在我眼里 那大家都是爱达斯2.0 大家都是鸿蒙4.0 那它都到这个价格了 我希望是有更加激进的设计 更加crazy的想法 当然它也要给很多硬件 参数表非常的牛 甚至他们在对标的时候 全部是对标阿威塔12 就是他们内斗的非常严重 我们等一下看有没有阿威塔12 内斗非常严重 但是但是但是 反过头来 就是这个级别你说 它有硬件不好的车吗 都很牛 所以如果我自己来选 我觉得我肯定选一个 我感性上更加喜欢的 我们节目也跟别人节目不一样 我们节目就是 纯粹从我的主观感受来聊这个车 那我认为阿威塔12是 更加的疯狂的 零重力座椅 看后尾箱 我偷拍一点 偷拍一点 听老师说话 705公里的续航 和800公里续航 这两个版本 要推荐值得买 因为它的续航的水平 是主流以上 同时在华为的高级车架 那么除此以外 其他的几个版本 比方说这个新登版 还有收入版本 个人就不是特别推荐 大家根据自己的钱包 你算 来点亮 三大老师 赶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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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老师 所以我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老师 OK我们去看其他车 S7 这是M5 M5的EV吧 然后搞了一个黄色的拉花 然后M7 对 还有一个M9 我们是来看M9的 就是我们可爱的部长 买了部长的爸爸 买了这个车 已经有人订了 我们到时候这辆车会实拍 已经有人订了 你就问你牛不牛吧 新八前老排面拉满 这个车我们到时候 能做详细测评 我们U8也订了 小叶的爸爸订了U8 那个部长的爸爸订了M9 现在就全黑内饰 你就完全看不见里面的东西 然后再去光一下 这是M9相对于说M7 在我眼里 我非常认真 如果就问界品牌来说 一定要说问界里面 让我选一辆车 那一定是M9 那我当时跟部长也这么说的 M9是全新做的 M9是正儿八经的 全新的跨时代的产品 倾注了问界品牌的 所有的高科技的东西 但这个车型 现在还是在盲定阶段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这辆车到时候 我希望它能把 我非常认真 我少有是对问界的品牌的认知 就是我认为它应该把它拔到一个新的高度 甚至原来我对华为的认知 华为对车辆的认知 就是问界 那问界M5 我们是最早拍的问界M5 但是问界M5跟M9 就是完全不一样定位 M9就是应该说 把问界天花板无限拔高 我甚至觉得它应该是跟GLS去对比的 我觉得它的要求真的非常的高 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做到国内的这种大型的SUV的 应该是巅峰存在 包括它们第一次亮相的时候 其实它们就说了非常多的产品的定位 它实车的那种做法还是比较传统 比较像那个GLS 就是没有像其他的像阿维塔 像S7那样子这么激进的设计 它倒没有 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普通通 但是我像能打动部长爸爸的人 就是这类型的人 其实我是能理解的 就是像部长的爸爸 就是可能就喜欢这种四平八文设计 我希望它是国内的GLS 我说完了 就是关于华为之界的所有内容